大家好,我是Stan PickTone成员土安西在普普说明的 为什么不一定要出演音乐节目的理由 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土安西表示 音乐节目真的很好很好 但问题就是成本效益不对等 不会像我小时候二代前辈们那样 出演音乐节目也不会带来巨大的宣传效果 参加一周的音乐节目要花费一千万韩元 而出演费只有五万韩元 再加上如果要回归还得看起来很酷 所以要布置舞台等等 再加上服装和奏型费 现场工作人员的餐饮和临时费用等等 花费可能达到两千万韩元 这些都是钻在爱豆身上的负债 所以对普通的团队来说 这是一个不会成功的游戏 参加一两周的音乐节目 可能还不如多拍一个更酷的MV 这些其实不用我多说 因为大家说后期 但还是得做宣传所以才会参加 真的很敬佩那些K-POP艺术家们 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世界 每次发歌都被要求出演音乐节目 所以我就想要跟你们说说 为什么不一定要参加音乐节目的理由 几乎没有爱豆团队能收到结算机 除了真正能在音乐节排在最前面的头盘 以及几个连非K-POP粉丝们都知道的团队外 其他都只是累计债务直到合约结束 在没有赚钱的情况下解散 或者如果能安全度过七年 就算是撑得住了 七年后合约结束 累计的债务不需要偿还 这就是标准专属合约 除非是那些能自己写歌和拥有版权的爱豆 否则根本赚不了什么钱 但版权其实也没那么多 相比他们的劳动力 收入比想象的还要低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大型公司也是一样 只是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弥补 所以负担较轻一些 我家爱豆也说过同样的话 他们是上一代而且属于大型公司 但音乐节目的出演费很少 需要整天忙碌的行程 还有化妆服装和舞者团队 以及舞台设置等所需的费用太多 他们认为还不如举办演唱会会更好 这就是现实 合约结束后至少累计的债务会消失 听他这样说真的很伤心 难怪即使出道很久 也不让他们活动 他们也不得不继续留在公司 真心希望逆朝宫的文化能消失 我宁愿不接受那些 也不要让我家爱豆因此而累积债务 现在连不参加音乐节目也不能说什么了 只会增加债务收不到结算 就这样浪费了青春 有些知名度还不错的爱豆收入其实也很少 爱豆界的贫富差距真的很严重 外表华丽的形象和现实之间 经常有令人感到遗憾的差距 对于为什么不一定要出演音乐节目的理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spad Winter在网上骂十八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Winter在婆婆留言 你们看看窗外 看看窗外吧 看看天气 这里的Narshipa 在韩文的标准写法是Narshipa 想可爱一点可以写成pa 但是这样连起来写的话就变成Narshipa Narshipa Narshipa 了 嗯? 问号 是误会 你看Narshipa 呼 I am女团 I am女团疯了kkkkk Winter是真的很可爱kkk 啊这样下去我可能要入坑Winter了kkk 看看天气 Narshipa 这什么嘴唷 这什么嘴唷